大家好,我是艾斯特 今天分享一道比肉还好吃的快手家常菜 准备一条丝瓜,一捆粉丝和一碗剥好的蒜 首先来做蒜蓉酱 用刀把蒜切碎 不用切得非常细,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锅里放油 倒入2%的蒜蓉 用小火把蒜蓉炒香 一定不能用大火,否则很容易炒糊 炒到蒜蓉微微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大概就像这样 把蒜蓉倒入剩下的生蒜中 接着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盐,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蒜蓉酱就做好了 粉丝加水泡软 泡软后用剪刀剪成比较方便吃的程度 加入一勺蒜蓉酱 拌匀 拌匀后放入盘中垫底 铺平 丝瓜削去冷 不用把绿色的皮全部削掉 大概削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着把丝瓜切成段 在丝瓜里放入一勺盐和一勺淀粉 翻拌均匀 再加一勺蒜蓉酱 拌匀 拌匀之后把丝瓜一个一个的满入盘中 摆放整齐 把剩下的蒜蓉酱均匀的铺在每一个丝瓜上 全部都铺好就可以拿去蒸了 水烧开后放入丝瓜 隔水大火蒸6分钟 时间到了出锅 最后撒上葱花 蒜蓉蒸丝瓜完成 蒜香浓郁 丝瓜鲜嫩多汁 清新爽口还解腻 感觉比肉还好吃 爱吃丝瓜的朋友们 不妨试一下这样的做法